歡迎收看今天的敗國泡戲 No Mercy 又到了每個禮拜晚上七點 再來賣咖啡網路電視 為大家送上最歡樂最專業的 可惡系節目 大家好我是Ruby 大家好我是葉子 這不是預錄沒有錯 沒有啦動不動就預錄好不好 Tony掐牆開車還不趕快來 你也好神喔 你怎麼會知道他們會問 這是預錄 沒有啊這邊根本沒有字 你怎麼會覺得 我們是預錄應該是看不到聊天室的 你居然知道他們會問這個 對啊這種東西就是每一次都會有人問 這是太厲害了 對對對這已經訂翻了好不好 所以不用看也知道有人會問 不用看也知道今天是預錄啊 今天真的是預錄啊 明明就不是國定家子來在跟你預錄 好啦好啦這個 未隔了兩個禮 我等於是兩個禮拜沒有在 好奇這邊露面 因為上一次是真的預錄 然後再上一次就剛好隔到我環島 對我環島 那環島的心得是 環島的心得是 環島心得是 一個人真的好寂寞喔 哈哈哈哈 一個人 一個人環島還真的是蠻新穎的啦 會很新穎嘛 因為我常常看到很多是 比如說一個人騎車環島 或是一個人走路環島 因為我在路上其實都有遇到 就是我在 因為我在開的那個路線就是環島一號線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在路上都會看到 有人是真的一個人騎著 自行車 然後或者是一個人走路的我也遇到了 他就真的背後背一個很大的牌子 然後說他在徒步環島這樣子 還蠻帥氣的 然後我還停下來把車窗按下來 加油 然後開走 哈哈哈哈 有點嘲諷 沒有啦沒有啦 沒有那麼嘲諷 然後他就跟他大概聊一下天 說你接下來還要走哪裡之類的 然後他就剛好 我們剛好目的地是一樣 因為我們 通常環島都會有個目標 比如說你可能是要到四個 比如說像我是訂四個燈塔嘛 就最北最南最東最西這樣子 那 然後剛好我是在往最北的那個 三雕角吧 三雕角那個燈塔 三雕角還是富貴角 富貴角 基隆那邊嗎 富貴角 是比較靠金山在過去 對 那 剛好就在那路上遇到他 他也要走到那個燈塔 可是我那個時候其實已經 差不多下午四五點 我就蠻擔心他說 他走到的時候 是會不會太陽已經下山 然後因為你也知道 山路其實都沒什麼路燈 其實晚上那樣走蠻危險的 我就問他說你要不要 雖然說他是徒步環島 我還是問他 意思一下問他說 你要不要坐我的車上去 他說不用 他應該一個小時就走到 哇 哈哈哈哈 徒步環島 我印象最深的是小縣 我後來才知道小縣其實他 那一次只是打算要從 台北走到台南 就這樣 就是走回家的意思 對 他太拼了 後來是知道他太拼了 走到好像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走到橫紋基隆結 就是走到那個 因為那個橫紋基隆結 就是肌肉整個都已經那個 對啊他的腳 那時候就是破皮的破皮 對啊 就是起水泡 其實走到橫紋基隆結 是會有生命危險的 對啊 所以就其實大家如果要還台的話 還是要稍微做一下規劃 就例如可能今天要去哪裡啊 或者是 可是其實這個變數很大啦 小縣那時候其實也做了蠻完整的規劃 喔他有做規劃 對 像我是沒有 他至少有定說 今天要走幾個小時 然後要走多久 然後在哪裡落腳 在哪裡休息 對 可是你知道天氣啊什麼都不好說 就是變化因素太多 尤其徒步的話 對 因為你可能天氣不好 你可能走的速度就沒有辦法 像原本規劃那樣那麼快 對 然後或者是說中間遇到什麼事情之類的 都會一delay 其實你可能 繞腳處就可能原本設想是不一樣的 其實我連光 開車都會 都會 這一次原本只是想說七天而已 結果我就多一天出來 我第八天才回家這樣子 因為我在規劃住台東的地方 沒有規劃好 就變成說 我那天是從高雄要靠到台東這樣子 那這段路大概是一百多公里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住的地方是 台東的最北邊 其實已經看到到花蓮了 所以我那天晚上到民宿的時候 已經九點多 我等於說整個台東都沒有逛到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民宿老闆說 那我再多住一點 我要把台東 一些原本預計好 那個景點走好之後 再去花蓮這樣子 那個 那個 東部的山路 晚上真的蠻恐怖的 蠻危險的 對啊 因為完全沒有路燈 完全沒有路燈 所以這種規劃其實 我覺得要事先規劃還是蠻重要的 但是 我開車是稍微比較隨心一點 就是想隔天去哪裡就去哪裡 整體來說 我是跟 我會覺得就是說 台灣這樣一圈繞下來 其實很多地方的風景 是不會輸給國外 就是不管是吃的 吃的是一定 台灣吃的其實真的好吃 就是西 我西半部都愛吃 東半部都愛看清天 大概是這種感覺 西半部因為其實都沙岸 就比較沒有什麼好看的風景 但是東邊就真的有很多那種 就是你一個景可以把 山壁 然後那個沙岸 然後還有海邊 就是你可以 這樣子一個視野把這個三個景 全部看起來 就是差不多是在那個 舒嬅公路那個地方 那邊真的很漂亮 對 很漂亮 但是也很危險 但是也很危險 開車到那邊是真的 怕怕的這樣子 好 那 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你沒有錢出國 或是說你有足夠的時間 想要出遊 又不知道去哪裡的話 其實台灣有很多地方 值得你好好的去看一看 都可以緩一下台這樣嗎 緩島其實 真的建議就是 你要至少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式 一個禮拜以上的時間 你才有比較充裕的時間 不會說都在趕路這樣 我也緩過島欸 真的嗎 我一天就緩完了 我緩綠島 就幹嘛 新摩車嗎 就幹嘛 好像不用一天 好像30分鐘就可以緩完了 綠島有這麼小嗎 綠島蠻小的我記得 有這麼小喔 哇 還覺得在上面租摩托車這樣 對啊 然後騎 真的站這麼多 就正當這樣 繞一圈 那個時候是去旅遊還是怎麼樣 就跟朋友去玩 喔跟朋友去玩 OKOK 可是這樣子 會不會待到第二天就覺得很無聊 其實不會欸 因為綠島也是吃得不錯 然後他們其實也有個山 喔喔喔喔喔 也有個山 雖然也是走上去太直 很短 很短就馬上就到底 走一下就完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整個綠島啊 喔喔喔 可以從上面看到整個島 對 而且綠島還是 還是海啦 因為四周環海嘛 加上綠島那邊應該環境保護的還不錯 對啊 看起來就很自然 因為其實 我東半部海邊 我每一次想到那個景都覺得 真的有機會很想要再去好好的看一看 因為其實我即便已經花了八天還是覺得 蠻趕的 我就 那個車子里程書會幫我記 然後他也會記我大概花多少時間 我大概 八天平均下來 一天大概有五到六個小時在開車 其實也蠻長的 蠻長的 其實也蠻長 一天有五到六個小時在開車 我開到後面有點恐鏘這樣子 然後我又很避免開夜車這件事情 所以我幾乎白天都在開車啊 對啊 所以就變成說我景點安排最多其實夜市這樣子 所以我環島一圈回來胖了三公斤 我想說哇不行我回來一層 太好吃 哇 就胖到七十六 七十六公斤 我原本出環島之前大概是七十二七十三左右 複胖 胖超多 然後想說怎麼辦 要怎麼減這樣 還好我這一禮拜飲食習慣調回來就減了 結果差不多回到七十四左右 所以 台灣的東西真的好吃這樣子 而且 你越離開台北 越離開北半邊就真的是越便宜 什麼二十塊三十塊就可以吃到 像同班美食啊 像那個嘉義的火雞肉飯有沒有 你跑去吃哪一家火雞肉飯 有很多 聽說噴水不能去 蛤 不小心講出來 因為那個石頭 石頭就住嘉義 對啊 有去找他 對我就 我這一次其實也很多路 很多地方是住朋友家 所以我整體的預算下來其實蠻省的 一般來講環島這樣下來你 住七八天 如果每天都住民宿也是要花幾兩萬塊左右 對然後 可是我有三天都住朋友家 我第一天住中城家 第二天住 台南就住飯店 然後第三天住那個實況主中途之家 就採血他家 然後第四天 然後最後一天住基隆東家 因為去東北角那邊 對所以 沿路都是那個住朋友家 其實省了不少錢 這樣子 對啊 就是預算上面來講可以蠻省的 而且也可以跟很多 住中南部的朋友見面 然後越往南部大家越熱情 那 有快打中 很久沒有看到 比如說像阿翰有來參加那個 賣咖啡超級聯賽 那個用Kami的玩家 他現在也結婚生小孩了 可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去 在台北遇到他 因為結婚生小孩很忙 然後這一次去台南 的時候他就 他說 一起出來吃個中餐 這樣子 然後去吃了一家 什麼阿叉 什麼的那個 阿虹吧 阿虹牛肉火鍋之類的 超好吃 台南就是要吃牛肉 那個溫體牛真的是 牛肉湯超好吃 我連住那個下榻飯店 早上睡過頭 因為那個 前一天吃太飽很好睡 這樣子 然後吃那個buffet的時候 連buffet都有溫體牛 你看他那個 牛肉直接用那個 用擺在那個buffet那邊 然後就讓你自己去摔這樣子 自己去摔那個湯 我就覺得好好笑 怎麼會連飯店裡面都還有那個 因為其實前一天 你就已經吃了一堆溫體牛 那個牛肉湯 那算台南的特色美食之一吧 對 因為即便你在台灣別的地方 他號稱是台灣 台南的溫體牛 其實他也經過冷凍或冷藏之類的 其實那個味道就已經跑掉了 那你有覺得台南的食物比較甜嗎 我這一次去其實覺得 他應該有稍微調整了吧 我不知道可能是剛好我去吃的店 都已經沒有那麼甜了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是邊開直播 然後聊天室就說 你有沒有覺得連空氣都是甜的 我說他那麼誇張 祝福 你會覺得甜嗎 就你原本是住賈仙嗎 應該去台南的頻率蠻高的 應該說我回家期都是回台南 然後說甜好像吃習慣也不會 我反而覺得 我上來台北最不習慣就是 台北的那個 鱔魚麵是鹹的 喔鱔魚 然後我就問 問 台北人的朋友說 這個是不是少加什麼東西 我說沒有啊 味道是這樣 這跟我平時吃的好像不太一樣 沒有沒有 台北那個鱔魚麵跟那個 鱔魚那個跟那個 台南那個鱔魚 差很多 對啊 應該說很多東西 什麼羹啊什麼的 味道都不一樣 都是鹹的 然後吃的超不習慣的 我是因為我是鹹跟甜我都沒有特別忌諱什麼的 是嗎 可能因為吃習慣了吧 有一次去吃啊 他還標榜說台南什麼什麼鴻麵 然後去吃台南的 騙我 被騙了 這個不是甜的 不是甜的 然後就砸啊這樣子 很生氣 然後 有啦我就是 是在吃那個牛肉的 牛肉湯的時候 他一定要配一個那個醬 然後那個醬是大概是什麼顏色 有點像豆瓣醬那個顏色 可是那個蘸是一定是甜的 我第一次蘸的時候有點嚇到 這樣 可是我後來蘸就越吃越刷 就這樣 可能後來我就覺得說 大概我也是比較習慣吃甜的 這樣子 所以就 啊 台北人都不懂吃 也不是不懂吃 是台北選擇太少了 然後又貴 然後去台南吃一碗牛肉湯才多少錢 100塊他吃到飽啊 100塊就吃到飽了 好不好 湯那麼大一碗 嚇死人了 好 那其他兩位都還在路上 基隆東跟阿比 那我們今天 如果大家有看宣傳圖就知道 我們今天還有特別來賓那個 他有上過PSDNA嗎 有 所以 新航迷克算是第一次來 Bio帕爾戲這樣子 那我們差不多會 在第三part的時候 可以跟他一起來 同樂這樣子 好 那在進新聞之前 還是請大家幫我們這個 FB IG 還有這個Youtube按個追蹤 這個是 我們都會有新的 資訊在上面 好 那首先來看第一個新聞 第一個新聞就是 最新的 Guilty Gear 也就是這個聖騎士之戰 在上禮拜這個 新加坡的SEA Major 釋出了新的角色影片 是XO 我們來看一下 CUSO 有 市場 市場 那是 風格 市場 市場 是 好 這四名已經公布的角色 然後在美國的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影片最後 他在美國的這個ARK Rable 也就是ARK自己所舉辦的 這個官方大型賽事 預計在美國11月的時候 11月中會來舉辦一個 DEMO試玩 DEMO試玩 現場可以DEMO試玩 然後再加上還辦比賽 也就是說還未上市的遊戲就可以辦 就辦比賽了 其實現在都還蠻流行這樣子 然後還會在當下 再公布兩個新的角色這樣子 所以就是 聖騎士之戰自從在 今年的EVO公布說 他們要推出新作之後呢 其實每個月都不斷的 有新的影片推出 那剛剛看到的X Solo 他也是在歷代裡面 算是蠻有人氣的角色 就拿著鐮刀嘛 是一個時空旅行者 這個穿越 現在的動畫穿越梗好像 很多 還一直有嘛 還一直有 異世界的穿越梗 對啊 講到異世界 這一季有一個新番 也是異世界的 特別受矚目 萌獸寵物店 萌獸 萌獸寵物店 萌是那個很萌 那個草字頭萌獸寵物店 你知道是什麼嗎 也沒有看對不對 好像沒有看 沒有看 巴哈姆特有 一定要去看 我推薦你 因為那個主角是我們 認識一位好朋友演的 我不知道Ring有沒有看到 導播抓畫面 那個是 我給你一個提示 他那個主角是一個摔角手 然後 髮型一樣是折折黑 反而變得 真的假的那麼厲害 對 然後 穿越到異世界 開寵物店 哈哈 他原本是被召喚有沒有 這跟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蠻像的 哈哈哈哈 你說他在自由新鎮裡面 做的事情 沒錯 有這麼像嗎 他在新鎮也在開寵物店 也在開寵物店嗎 呃 幼稚園 但也可以說是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寵物店 因為進來都跟寵物一樣 什麼 居然 還蠻好笑的 好 那個 穿越梗 這個一直都以來 都是大家還蠻喜歡的 這個題材 好 再來 其實我們剛剛 Guilty Gear講到 就是除了這 六隻角色在 11月中的比賽 可以玩之外呢 Arc當然還辦的比賽 就是一樣是在Arc Rebels 這邊來舉辦 那至於 詳細的消息 我們會在 之後如果有更新的話 會再跟大家講 因為我聽說是 有人真的想要為了這一款 而特別跑回到美國 對 因為盛行事實戰 其實已經推 大概間隔4到5年 沒有推新作了 所以有的人是很期待 而且始終粉絲很多 然後再加上 這一次在新加坡比賽 播放這一個影片的時候 這個主題曲 大家已經會跟著唱了 大概那種感覺 他一公布那個影片 然後台下的觀眾 就全部一直跟著 那裡 狗軒 一聽一下在那邊唱 就很High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這一款遊戲的 期待度非常的高 那 後續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們都會在 炮戲在那邊跟大家聊 好 再來 第二個 這個系列 也是一直在發新的遊戲 我們新的那一款 都還沒有 你們預錄的時候 好像有玩吧 熱血系列的 熱血系列的 是嗎 就是 對 是那一款嘛 兩個女生的 然後結果又要推新的了 這個之前提到的是 街頭大亂鬥進行曲 馬赫 今天稍晚一點會來體驗一下 這一款 那近期還要再推出 熱血外傳 冒號 好酷啊 小鈴 我們來看一下 小鈴是哪一隻 小鈴是哪一隻 不是賣眼鏡了哈 哇這個是冷飯炒到底耶 那是高校系列喔 差太多了吧 冷風四天王 好帥喔 黃煌 黃煌 用火 寶寶 你怎麼會變成國人? 我覺得這已經變另外一款遊戲了 未來人幾號幾號 然後跟基隆珠的生化有幾號數是差不多的東西 這很有那個小朋友七塔嬌的吉士坦 還有這種東西 他為什麼要特寫啦 還有Echo 我覺得製作組是已經極盡惡搞不能事了耶 時間倒爽之力 時間倒爽 好不是啦 夠了喔 所以一度懷疑在玩99更是不是 對我想說 哇操什麼東西啊 好這個 顧名思義 這個小林遊戲的主角就是 冷風五天王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不是在玩熱血系列都會有什麼 學校可以選 那冷風這一個隊伍裡面的人氣角色 Kobashi 四天王之首 那四天王當然就一定會有五個人定番 那其中之一就是小林 喜歡這個系列或是這個角色的玩家 11月7號 好這應該是在PlayStation平台上面可以玩到啦 好所以 雖然說是超冷辦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個系列的 重新製作的都蠻有誠意的 是啊不管是 不管是把 原本舊座富科變高清版 或者是 直接弄成一個新的遊戲 對而且他們新弄的遊戲 加這個是第三個吧 還是第三個吧 然後今天要玩的馬赫 對那個馬赫 然後跟這一個 對啊這第三個 我還記得幾台數量 已經完全是全新的遊戲 他們也不是重製或者是什麼 嗯 這個是想要成為遊戲界的漫威宇宙 就對了 我覺得就以 近代 然後我們所謂 潮冷飯蟹來講 已經算是很有誠意 很有誠意了啦 對一個作品 就是至少他 新出的這些作品 都有一個很特別的主軸在 不管是女性角色也好 而且他算一個全新的故事 對啊對啊對啊 他也不是說把原本的東西 翻一翻直接弄出來 對啊像我們 晚一點之後會玩的那個 進行群馬赫 他其實也是 經典的一個 經典的一個 運動會裡面的一個 一個項目 然後抽出來 喔是這樣 然後又加了新的動作 新的角色 新的地圖 所以 OK 總而言之這個 熱血系列其實 能夠在現在這個世代裡面 還可以再繼續玩到新作 其實我個人覺得 還滿欣慰的 就是因為這個畢竟是 小時候的遊戲嘛 對不對 然後到現在看到他 用這麼好的畫面 然後有全新的題材可以玩 我相信這是玩家之福啦 好 剛剛提到這個 好庫華小鈴是在11月7號 正式上架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來玩玩看 好 那原本接下來要介紹這個影片 因為那個 重要人物還沒來 我們這先跳過 先跳過 我們直接來聊這個好了 我相信葉子應該也有看到這個新聞 包含最近這個 英雄靈盟的世界賽 也正如火如荼 開打中 你今天有看比賽嗎 沒有 沒有跟我一樣 與他們脫節 不好意思 那之前節目中有介紹過 Riot Games 曾經開發過格鬥系 這個一直都是 處於就是 傳聞跟 一點點的文字情報 就是在 這一次公佈之前 就是大家都在說那個 英雄靈盟的格鬥系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好像真的有要推 可是都沒有相關的 圖或者是影片出來 那在這一次Riot Games 他終於在公佈了 就是他們這一次一整個系列 要做的這個影片 要做的這個遊戲裡面 包含了格鬥遊戲 當然也除了 他原本的英雄靈盟 要正式出手機版之外 然後也要來出格鬥遊戲 也有卡牌遊戲這樣 卡牌遊戲現在還已經封測中了 打牌遊戲現在還要封測中 那 雖然 這個我倒是不知道 上面是寫說 雖然一度停止開發 不過大概一兩年前 聽到的消息 不是錯的就對了 那在EVO的時候有提到 正在開發 那當初迴避是否 是建立在英雄靈盟世界 觀賞 最近公佈了十週年 所以十週年了喔 所以這個是十週年的影片 是不是 就是最近公佈了這件事 因為剛好會露出十週年 哇 一轉眼十年耶 好快喔 你還印象你第一次摸 英雄靈盟機 S2啊 S2嗎 S2 你是S2才摸 你是TBA拿冠軍之前還是之後 之前 之前就在玩 對 2012 左右就 差不多 左右在玩 我是 S1就在玩 那個時候台服還沒出 你也是S1 那時候完美服啊 拚一百 拚一百你不知道怎麼吃冰 你要先預判半秒後世界 那時候都覺得很好玩 那時候還跟小巷他們一起玩 好 那我們先來看邊看影片然後邊聊吧 這個是把格鬥遊戲的部分 那個影片獨立拉出來 剛剛那個畫面超像快樂旋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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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講 沒有講 還以為是快打學 你說的畫面 對啊 哈哈 我就是很像 他連顏色什麼的 然後呢 沒有因為他是開發版 開發版大家都是用那個練習場地 都是一樣那個場地 欸這麼快 哈哈 他來不及 他一個來不及 他這個是結錄 10週年的那個影片裡面 我不知道是10週年的影片 還是那個獨立拉出來講格鬥遊戲 這個部分 因為10週年的影片大家 最近看應該都看得到 我們就在節目上就不會另外看 好 那格鬥遊戲的部分 剛剛看到這一位 在講解這一位 外國朋友呢 他是EVO的主辦單位的其中之一 沒記錯的話 如果有錯在跟我執政 所以他是來講解 目前 Riot Games 他們在做格鬥遊戲的 這個規劃的部分 那 還沒有比較正式的影片出來嗎 剛剛只有看到一個片段是 就是最前面的那個影片嗎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舉錘子往下 打的那個 大瑞斯跟 阿里 阿里嗎 被打的是阿里嗎 可是後面還有一個影片 好像有看得到卡特蓮娜 有有有 對嗎 有人 有人有特別在那個地方停格 然後看那個 整個畫面 他其實整個畫面就是 一樣是寫條 可是他上面也有那種類似 集氣條 大概會放在時間的旁邊這樣子 然後 左下角有類似大招的CD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EX氣條 對對對 所以你就看到他大概有三個資源可以用 那其實這個變化性 就比原本的 英雄靈門本身的遊戲角色來講 其實我覺得變化性就會多很多了 不知道他有沒有把CD要素給放進去 就是技能需要CD時間 對阿 因為其實 前一陣子必然幻想在出遊戲的時候 他也提到說 他們必殺技會有一個CD時間 對對對 那看英雄靈門會不會如法炮製 目前看起來這個情報還不太夠 他如果真的起來了做得很成功 然後格鬥要素也滿滿的話 你們會想玩嗎 我是一定玩阿 我們是一定玩 那至於要不要投入時間去 專心經營這一塊 我覺得就是看你用什麼身份 像我是格鬥遊戲主播 那基本上我是一定是覺得 就是說他一定會有比賽的需求 那有比賽的需求就會有轉播的需求 然後就會有主播的需求 就會去了解一下 我就會去做功課就會去玩 通常就是這樣子 終於沒有選錯遊戲了 這一次選對遊戲了 我也不好意思說我之前選對選錯還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 一款遊戲要能夠 現在格鬥遊戲的經營方針不外乎就是透過 長期舉辦比賽的方式 然後再賣角色的DLC 來維持遊戲的熱度 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他要往電競走 那就勢必是說 他在這一方面是有辦法賺錢的 遊戲公司又不是慈善企業 他一定是看有沒有辦法賺錢 那大家對這個Riot Games 會這麼有期待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資本很雄厚的公司 然後英雄聯盟做得那麼成功 那英雄聯盟基本上是一個 名氣很旺的一個遊戲 那我會期待他把這邊的玩家 帶到格鬥遊戲的這個社群裡面來 我相信這個是可以 絕對有好處的 絕對有 像我去住基隆東家的時候 他就跟我提到說 欸什麼時候要出手遊 欸真的就出了耶 我和英雄聯盟 你說英雄聯盟啊 對啊還真的被你說中了耶 他本來就是已經預計要說 而且我知道他的歷史故事啊 歷史故事 對啊 你知道他什麼歷史 是英雄聯盟是拳頭 做的啊 拳頭被一個 很有錢的老闆買下來啊 騰老闆 沒有啦百分百持股啊 這算歷史故事嗎 沒有啊他不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意思 他歷史故事是 騰老闆買了這個公司 然後他沒有 納為騰訊 比如說那個是拳頭他的子公司 其實騰訊本來就 我聽到的啦 我先講這個我聽到 反正也不干我事 沒有要造謠了 沒有造謠 是真的是這樣 騰訊說欸你這個 英雄聯盟做得不錯 啊你還不做個手遊版 是拳頭自己不要的 所以他不要 他找了另外別家公司去做 做手遊版 就是欸你要不要做那種 鬥塔遊戲的 他找另外兩家 反正他其中一家就先做了 王者榮耀 他是先做王者榮耀 結果王者榮耀是中國大陸 火到一個不行 結果幹拳頭就很不爽 可是也沒差 可是我找另外一個做的 我沒跟你做英雄聯盟 我是做王者榮耀 他只是把地圖 根本揪完一模一樣 連角色都很像啊 先做王者榮耀 結果他更屌 他說王者榮耀做得很成功 那我再做一個海外版好了 然後因為王者榮耀所有的模組 都是跟中國有關的東西 什麼全部都是以中國為主 他說那我們要 勢必要做一個好一點的 他又不找這家公司做 他又找另外一家公司 去做了這個東西 其實那時候世界上有兩個遊戲 一個就是 我現在要玩的傳說對決 另外一個跟傳說對決同時出為 我忘記那個名稱了 我真的忘記了 反正我知道的是 騰訊有去告另外一個公司 結果他告贏了 他真的 這個網路上查得到 他真的告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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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他真的告贏了 那事實真的到 他也不告傳說 那個超太明顯了 那個連角色長得一模一樣 不是啊 那你這樣講很奇怪 難道那個他 騰訊很奇怪 他告這家公司說 你超英雄聯盟 那你怎麼不告王者榮耀 你超英雄聯盟 沒有嘛 因為一個是自己的大兒子 一個是自己的小兒子 其實大兒子很賭爛 可是大兒子不敢告小兒子 因為爸爸說了算 就這麼簡單 以上言論 僅代表季隆東天地 那真的是這樣啊 那不然為什麼 拳頭為什麼不告 那是因為 爸爸說了算 那時候回過頭 拳頭說 那我決定我要來做一個手遊 我這是認真的 我要做手遊 給我個機會 不要讓小兒子穿美雲錢 大兒子說我要做了 大兒子一定會做了啊 這真的是這樣子 你們不知道嗎 故事整個結構 我不知道詳細啊 但是刀塔那個時候 其實那蠻大的 沒有啊 這網路上查得到 所以拳頭自己 好像有點忘了 誰要是刀塔沒有錯 是嗎 是啊 不是不是 沒有另外一個 反正騰訊有告 他告贏了 他告贏了 電玩展 那個主持人 沒有 那個很紅 那砸錢比傳說還還兇 那時候在台灣 其實那個遊戲 比傳說還紅 那時候有一點比較紅 對啊 那個遊戲比較紅 結果後來 他是被告掉 騰訊告的 就跟你講 騰訊說 那你就超英雄聯盟啊 然後就告他告贏了 那你為什麼 不告傳說對決呢 那自己小孩子怎麼可以告 怎麼可以告 怎麼可以告 怎麼可以告的 大家也不敢說什麼 已經確定要出了 還是年底嗎 還是命年 時間好像沒有講吧 我記得 其實我滿期待的 因為 我期待什麼 你知道嗎 我自己很矛盾 如果他玩法 跟傳說對決一樣 我得心意手 那我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要了無心意 可是如果他玩法 又有點不同 那我又特別期待 我記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影片 其實跟原本的 英雄聯盟其實好像 大同小異 那個畫面上看起來 大同小異 有些有改 瘦優伴 對啊瘦優伴 就真的跟英雄聯盟一樣 那怎麼可能 畫面一樣一定是沒問題的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地圖的模組 不可能是 因為他只有秀一小段 我是滿期待的 因為我以前從來不玩 鬥塔遊戲 玩了之後 哇 深深的找到的迷 所以你搞不好 英雄聯盟手機板音出來 就可以領會到 當家行事真的很強 這件事情 不可能的 因為他有跟他玩傳說對決 我大概知道他什麼卡 沒有啦 其實 因為我有玩了 手遊版的鬥塔類型遊戲 我特別能夠理解 那個你們玩 就是葉子玩英雄聯盟那個心態 其實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差異只差在 英雄聯盟會比較 有一點操作可以秀 只差在那個操作上面 我自己看英雄聯盟的玩家 我認為那個是 有一些操作的 我覺得要兩邊都玩到一個程度 但是手遊的 手遊的你說要秀操作 真的是 比較難 比較難但是有 但是很少 他基本上都吃觀念比較多 微操的部分 當然是英雄聯盟會比較多 對啊 因為我們看最近 我有看過TOYS玩 真的是蠻厲害的 那張家行呢 唉 人家好歹也是亞洲統神 沒有啦 人生就是這樣 但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是 肉屋的格鬥遊戲 沒有啦 如果你們 我這樣講好了 這個是我自己看到的 他玩九筒是不是曾經很厲害過 你們大家都知道嘛 對不對 其實張家行玩 low 有多強 就像基隆東打快打有多強 曾經有多強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了解 如果你拿TOYS去比喻 是小巷的話 就差不多就這樣子而已 TOYS現在也是只能賣笑 所以小巷不賣 忍住不賣笑 所以統神的流星是哪一位 顛峰是哪一位 你懂我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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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統神 充其量不就是 打快打的基隆東 TOYS充其量就是打low的Gannabe 只是因為這個遊戲玩得比較好 這個遊戲比較火紅的就是low Gannabe玩錯遊戲 順眠賽吉他 你懂我懂 人家兩三個小時之後要比賽 自由王流不過 了不起就是西門 就差不多是這樣 自由王 西門 差不多這樣 橫金吧 真的很會比喻 因為他公布這個手遊的消息 是跟格鬥遊戲的消息一舉出來 所以他們也要開始做格鬥遊戲了 應該說已經確定在做 做手遊的格鬥遊戲 沒有是做 什麼平台也不知道 應該是在PC上面 沒有就那個拳頭射 拳頭射 這麼奇怪啊 格鬥遊戲跟卡牌 剛剛有看到大機台啊 我們影片再給基隆東看一次好了 順便聊 真的啦 我每天你他打 那個 九筒的獵 長這樣 剛剛就在兩個畫面 然後現在是EVO的人在介紹這一款 分的啦 不過他打九筒 九筒就差不多那樣 難道九筒的話強盜可以打世界賽嗎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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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公布平台是要等哪裏 你看這畫面 快打超次向的 哈哈 他剛剛去打快打這組 沒有那個是英雄聯盟的角色 剛剛那個模組 好像打瑞斯打卡特連打 剛剛那個模組 剛剛後面那個模組 戴KDA的帽子 好是嗎 那是KDA 剛剛哪一個 其實我不看好餒 喔 為什麼 他這是 他做這個選項 做這個格鬥選項 他是在消費有能力購買 遊戲的 比較有年紀的選手 但是他沒有去 還是他覺得他有辦法 去引誘20歲以下的年輕人 因為我覺得最後的趨勢也沒辦法 現在年輕人也 那很簡單啊 所以他現在兩個都做啊 手遊就給20歲以下的啊 你有能力你就玩這個啊 對 可是我的意思說這個 我也其實蠻對格鬥遊戲這塊蠻擔憂的 因為這畢竟你兩個比較實在的 格鬥遊戲最紅的實在是到我小時候嘛 對啊 我們黃金時代以國 是我那個年代的藏物嘛 然後現在已經到 算是高峰期了 就是有比賽 我那個年代其實當年沒有比賽那麼 沒有那麼多 不是我那個年代 小巷哥那個年代 小巷哥哥那個年代 那要比賽也很辛苦的那個年代 打街機庭那時候 贏的也只有迪諾代幣的那個年代 那是小巷不弱 然後現在是算是格鬥遊戲高峰期 很多一些比較大型的比賽 可是你就是因為現在已經 年輕人已經不太玩這個了 格鬥遊戲 所以其實我也怕說 這裡有一天會走到落州 對啊 就有點像夕陽產業那種感覺 會會會 不過我覺得廠商一直在 推新的格鬥遊戲出來 我覺得都還可以再期待一下 因為你看其實 明年也有很多新的格鬥系要出新的 然後包含最近的試魂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還在嘗試 說怎麼樣 我覺得那個是開發商才頭痛 因為 因為二歲以下人 你是自立在手遊上面嘛對不對 但其實因為手遊 能做出的操作實在是非常的少 你知道嗎 因為手機是一個很簡便的東西 就大家要去讓自己 就他的控制器能夠操作的工作有限 他能做的東西其實真的很少 他能做 完全能做的就是觀念跟 他一些反應 就是真的很少 嗯哼 這我覺得快 那個 low的格鬥遊戲 很難想像 有一些角色放在裡面會怎麼樣 喔就是 比如說像雜克 像約德爾人 沒有雜克還好想 嗯 約德爾人 喔 那個身高差 到底要怎麼去還原 我覺得可以啊 就像 快達有大型角色跟 那個小型角色那種差別 可是沒有到這麼小啊 喔對齁 因為那個差別好像一來一往差幾倍 對啊感覺不會有上段攻擊 會打不到東西 應該只有中段跟下段攻擊 就是上面都摸不到這樣 很小一隻 提摩啊 提摩啊 那麼小一隻 嗯那麼小一隻 遠程的角色 他覺得葉子真的很厲害 他根本就是女 你跟我說他女的 我真的不相信 變動通啊 上智囉 下智不 那個小眾的快達 哇 完全抖 人家所以人家才那麼多工作可以接啊 就我們 太厲害了 我們都要靠小咬 對不對 是要靠小咬 好我們剛剛的影片 有看到就是 這個戰名叫L計畫 就是這個格鬥遊戲的部分 所以呢 承襲英雄聯盟的這個背景設定 是可以肯定的 好那葉子有什麼想要看到的角色在裡面出現嗎 就提摩啊 提摩是不是 看提摩出現會變什麼 因為我當初會 會玩英雄聯盟就是因為提摩 喔是因為提摩 對 因為我很喜歡他很可愛 小小是不是 我現在連FB妥貼都提摩啊 提摩長什麼 我從來沒有換過 你不知道提摩長怎樣 你不知道提摩長怎樣 我玩英雄聯盟 我又沒有玩英雄聯盟 他是不是戴個綠色帽子 然後會種香菇的那個 會種香菇 對啊 怎樣啦 你那個表情怪怪的 還會吹毒箭 欸現在 很像我在玩傳說隊員那個角色 我那個角色我也很喜歡 我就是因為很喜歡那個角色我來玩 就菲尼克狐狸 一隻狐狸很可愛 他很小隻 就一隻狐狸 人家都是大隻的狐狸 他小隻 人家武器人家打架 不是鬥塔遊戲打架 人家不拿刀啊 拿槍啊 你知道菲尼克拿什麼嗎 他拿彈弓用丟石頭 好可愛喔 我超強 還狐狸喔 狐狸拿彈弓應該蠻可能的 狐狸拿彈弓丟石頭 感覺也是我會喜歡的球 有人提到 HK以前選職業選手 對 你還有被登錄到我記得了 你還記得這件事情嗎 對啊 不是啊 前上個月人家還拿出來 那個影片的時候 有還說 我們旗下的亞吉華 牽手亞吉華 提摩是這一隻啊 對啊 他長得就跟菲尼克一樣啊 長得很像耶 菲尼克 我玩的那個角色跟他長得很像 喔 原來是這樣 玩起來 他就是菲尼克嗎 是菲尼克跟他很像 因為提摩出很久了 提摩是S1的角色 然後他們技能組一樣嗎 不一樣吧 不像 聽說菲尼克比較像那個 納爾 應該是納爾 不是那個 我也忘了 反正我沒玩英雄聯盟 對 好 等到英雄聯盟出我就會玩了嘛 對啊 總而言之 我們介紹的這一些呢 今天這個拳頭射帶 在這一次十週年的紀念影片裡面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看 好 再來 一拳超人無名英雄 這個持續的釋出新消息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波的宣傳影片 這一隻 最一拍子 最一拍子 很有名在 你不在 好 哇 跟他搭的方式只有問他準備收集 自己補衣袖好棒耶 嗯 這個系統不錯 阿豬霸氣 反應 一 terminals 琥嘴 品中 《研究室》 ó 焦げ 我的肩膀 我的招牌 我記得他那個 與其說援助應該說 就是 你如果撐到時間到的話 他會自動會有 其他英雄來 然後幫你KO敵人 是這樣嗎 是時間到就自動 直接進旁邊 對他旁邊會有個倒數 就之前看影片 看起來是這樣子 他不是那種一劍叫援助 幫你try個幾下 他就走不是 他是一來然後敵人硬死 對啊我知道 就是撐到一個秒數 然後那個一拳超人就會出來 不是嗎 撐到一個秒數 我們在上一次其實在介紹遊戲的時候 有稍微提到就是 奇遇在裡面的設定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要完成特定的 秒數條件之後才會登場 其實剛剛看到他自己捏角色系統 會比較接近我腦中對這個作品 他應該要呈現的方式 就是你去扮演英雄這樣子 對因為他這個作品 他是有階級的嘛 你的英雄是有階級 你可以從最低階往上升 C rank B rank 所以如果今天你可以自己捏一個 英雄角色出來 然後努力從最低階 試圖趴到S級的話 那也是蠻有趣的 不過奇遇就是一個破壞階級的存在 對他應該就算規格外吧 對啊動畫都做完了還在比之類的 好那這個 一拳超人這個消息 其實我們一直有持續在報導 我們剛剛也看到其實他確定會有中文版 然後再加上 遊戲即將在11月的時候會進行封測 那其實很快 就是下個月就會有封測 希望到時候如果我們有封測資格拿到的話 就請我們這個製作單位加把勁了 好不好 拿到之後我們就可以在節目上面玩給大家看 這個三打三的遊戲 而且是已經證明是格鬥遊戲了 所以到時候有機會來玩玩看 看看是實際上玩起來究竟效果如何 好 再來 那日本當然這邊除了上一次白金賽舉辦完了之後 陳其一陣子 他們原本在舉辦的這個職業聯賽 也如火如荼要來舉辦了 先來看一下他的宣傳影片非常帥 炎藝代表 哇塞 還是沒睡飽 好 好 這是三打三的六位隊長 Rudo Nemo 反桑 剛才的每一員Tokito Marco 這隊犯規了 Rudo Nemo的後面兩個誰我不知道欸 Gutsu君跟Haku啊 Haku就玩放的那個 日本最強放 好 欸這我看了這影片我真的深深覺得 男人真的是年紀越大越帥 喔真的嗎 你看那影片如果是 難怪這邊有兩個帥哥在這邊 像一些電競比賽 英雄聯盟什麼的 你知道那個 那些小男生然後明明比一些很 很帥的動作 你就會覺得很尷尬感不知道為什麼 看到他們比那些動作你就會覺得 哇塞好帥喔 這樣 好了啦 你越講他 你越講他比越久 就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比出來也是很中二的感覺 就就會覺得 帥 男人就是這樣 但我跟你講中看不中用 哈哈哈哈 年輕人就是這樣 年輕人就十幾十八十四 你看那小屁孩 早上不好看 晚上很有力 老人就 男人就越老越老越帥 白天就看 很有味道 晚上不好用 什麼不好用 什麼不好用 你講清楚 然後這個 日本其實在拍這種 他們每一次 之前是TOMAKA League 就是他們每年辦的這種聯賽 其實都會拍這種類似的宣傳影片 然後都把 不管是拍有趣的 還是拍這種很帥氣的 都拍的很有感覺 很用心 日本拍這種 很有質感的影片 都真的蠻厲害的 他們這一次的職業聯賽 當然跟美國一樣 是用三打三的方式 這個舉辦期間 其實在昨天吧 昨天就已經 這個打完第一場了 那詳細的戰績 大家可以上這個 他們的官網去看 我這邊都不贅述 因為他這個直播 比較尷尬的是在 也不能說尷尬 比較不方便的是在日本 當地的這個 自己的直播平台 就正在OpenRack那邊 就是OpenRack獨家 而且他們算是來經營 這個比賽的主辦單位 也就是說 他們砸了大錢 跟卡普公布買的版權 所以這個直播 只有在OpenRack這個平台 你在YouTube上面看不到 你在Twitch上面看不到 日本人真的很屌欸 他們要做什麼就是做到底啊 是 要做直播好 我就把這個平台殺下去 日本人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是 自己有貫徹自己的一個方式 你知道嗎 他絕對不隨波逐流 他其實 我是真的是真心這麼覺得 因為日本人其實在 這樣想好了 以前我在 大概十幾年前吧 就是 網路遊戲當道 就連線遊戲當道 不管魔獸也好 天堂也好 他當道 日本人就是不願意做這個 就是他們就是 喜歡做家機的東西 馬利歐啊 做家機啊 單機的 他們就是不願意做 反正他們就是做自己的 格鬥遊戲也是一樣 然後 那個網路遊戲過頭之後 然後鬥檯遊戲又這麼紅了 日本還是不要 我還是打我的格鬥遊戲 真的啊 你不覺得這樣 全世界都要打鬥檯遊戲 不要 對啊 我覺得這跟他們 民族性有關係啊 因為他們真的不喜歡玩 我覺得是習慣性問題 因為他們太習慣自己 玩家機 對 他們真的很少PC 這個人 我們台灣人幾乎 每個人家裡一定會有一台PC 可是他們沒有 對啊 他們PC是很後期 就是台灣這邊已經 就是PC 大家已經習慣在PC上面玩遊戲的時候 他們的PC都還只是拿來辦公 而且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一台 對 甚至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 是喔 也不見得每個人家裡都有一台 難怪因為美國王也是嘛 美國是360 當年是360為主啊 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微軟那邊 我忘記YouTube上面 也有那個直播了 這邊跟大家修正一下 所以除了OpenRack之外 YouTube上面也有 好 那其實這個 三打三的這個賽制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看 其實比賽內容 會跟大家 既定的這個 我們平常看到的CPT賽事 會比較不一樣 而且也比較有趣 他 不管是他在這個 先鋒中間大將的安排也好 賽制上面的安排也好 其實 都會讓結果蠻出乎意料的 因為就不是單純的死畢 說看誰比較強而已 好 而且他還有邊角 真的很羨慕 你真的很羨慕 因為其實格鬥遊戲 在日本其實推廣算是 我覺得算是前世界 世界的數一數二 在美國也推廣很好 然後日本也推廣很好 其實台灣真的很可惜 我真的覺得 台灣明明有那麼多人贊助 一些兩個 兩大遊戲的職業戰隊 為什麼格鬥遊戲都沒有人家贊助呢 沒有 我就說真的啊 英雄聯盟也有職業的巡迴賽 沒有這個就 如果講白一點就是 傳說對決也有職業賽 而且每個都二十歲以下 每個都二十歲 為什麼 給個機會嘛 對啊給個機會嘛 我覺得是 選手不夠多 不夠多啊 選手 選手一定有 選手一定有 是沒有贊助商 你說玩的 你不是說選手不夠多 應該是玩的人不夠多吧 玩家數量 選手一定稱得出來 對戰的人 那玩家不夠多吧 我覺得在台灣應該說 剛好 就回到我們前面 剛好提到那個話題就是 台灣這邊玩PC的多 那其實基本上這個比賽 不管是比賽也好 還是什麼 在美國跟日本都還是 以街機跟家機為主 那其實在台灣 街機跟家機玩的人 跟PC比起來相對偏少 那廠商他還基本上還是希望 透過PC這個平台 來推廣他們的東西 台灣的電競的職業人員 應該也都是 都是私人參助的吧 我看到好像全部都是私人嘛 也沒有國家參助嘛 對不對 沒有到國家啦 大部分都是私人 所以我覺得這是好機會 現在快要選舉了 反正韓國瑜 藍營都在跳票 你就跟他說你六度 你都不來參加 你趕快來那個參助一下嘛 高雄 那你覺得對名要取笑什麼 如果是 八百財 摩天倫 高雄的摩天倫 高雄摩天倫 高雄摩天倫 然後柯文哲也要移隊 台北小巨蛋 大巨蛋 大巨蛋 台北大巨蛋 不要亂講 我就說真的啊 反正現在看他們都要開票 趕快叫他們開票嘛 我們格鬥圈就有希望 可以啊 你可以當南部的館長 我一定是參加大巨蛋隊 我死都不當高雄隊 高雄給我高架我也不去 所以你是不要瞧不起我們高雄的人 我台北大巨蛋 我台北大巨蛋 我沒問題 我台北大巨蛋 人家才不鳥 人家才不要找你耶 不找我 好啦這個是 日本這次 這個相關消息 基本上應該會在卡普空杯決賽之前 這個三打三的比賽會先結束 所以有機會的朋友 他們的直播行程在官網上面都會有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邀請賽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因為阿B還沒到 我們先來看吧 這個明年就要來舉辦 2020的東京奧運了 那我們 除了有比賽消息要講之外呢 快打本身這邊 遊戲也出了一個 東京奧運的造型 在12月的時候可以使用 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這個有點多 而且圖片比較小 所以全部都是奧運的造型 這個是日本的奧運隊伏嗎 代表隊的隊伏 因為都是同樣的配色 就是他們那個藍白 應該是吧 應該是 這個是所有角色幾乎都有 所有角色幾乎 應該是全部角色都有 目前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好 在12月的時候 這個圖案 這個Skin就會上線 應該是付費DLC 這個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 好 我們讓阿B準備一下 那我們再來講下一個新聞 戰績 TFF2019 這個是台灣一年一度的格鬥遊戲比賽 在這個月初已經先進行完大亂鬥的比賽 這個週末 也就是明天後天 會來舉辦 七彈大作戰 以及眾神之鬥的表演賽 KOF14 四魂小 還有這個混沌代碼 新生浩節 這是台灣廠商做的格鬥遊戲 表演賽 聖騎四隻戰XR的 然後還有七龍珠 總共 這陣燈1 2 3 4 5 6 7 7個比賽項目會在這個週末來舉辦 集的項目非常多 那不知道大家報名了沒有 因為時間已經截止了 那還可以在報名參賽 是下禮拜的正常快打11 鐵拳7 生死格鬥6 劍魂6 快打5 這個是下禮拜的比賽部分 報名截止時間是 禮拜三的晚上11點59分之前 想要報名的玩家 趕快報名 快打5的冠軍 可以獲得GP要贊助 前往洛杉磯參加當日的預選 所以是快打5的項目 洛杉磯的當日預選 就是這個卡布公盃的LCQ 就是已經開始報名了 那我聽到是YOLO有打算要去啦 其他人不知道是台灣的玩家 不知道還有誰要去 從年底的那個 對啊就那個 就打了一次 最後一個人 當然小象也會去的啊 我支持小象 你真的很過分 我支持小象不行喔 你真的很過分 人家還有三場比賽沒打 我支持小象能不要打就不要打 你真的超過分 你真的超過分 人家這一個月都不能回台灣 都在國外比賽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我替大家有 好啦我們先歡迎RB 什麼不要 歡迎我們的市長 他不是遲到 他只是delay而已喔 他不是遲到 他是delay 現在放寒假 抵來很正常的 現在放寒假嗎 你都不跟14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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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是不是三個月 你要跟燕子講啊 你請假他也要請假 為什麼 你都不跟14的 我不跟14的 他哪會跟啊 他哪會跟啊 你都不跟14的你 好啦 你要等那個 下一次那個 你好朋友來才可以跟你聊14的 好 我跟他好好聊 我跟他好好聊 好 那這個 我們上上禮拜也有提到這個 試寫代碼的周邊的中獎名單 我們在那邊cue一下字卡爾 得獎名單出爐 就是這兩位木柵狼還有小燕子 恭喜你們 恭喜你們獲得 我破不到小笑 我常常破到小G好不好 他媽講話 我幾乎每個禮拜都破到小G好不好 好所以 所以這個 就是這個嗎 他們抽到的是這個還是 這個是手版的限定版 這個是今天要抽的是不是 今天 我們一樣啦 斗內 50塊以上 對不對 一筆都是50塊 就可以 這個超棒的耶 手播限量版 這個是 Code的VM 這個 試寫代碼 哇這裡面就包含遊戲 然後原生代 美術書跟 模型 米亞卡恩斯坦的模型 喔這個 試寫代碼 19公分 高19公分的那一支 這個 19公分那一支是不是 要放在裡面 哇19公分跟我的 跟你的 手差不多長 好 欸可以開嗎 欸 到底有沒有要講那個 2020奧運的事啊 等一下要講啊 我剛剛不小心跳過 我就想說等RB來一起講 不是啊 那真的太不公平了 對我真的太不公平 因為真的要打線上賽 你知道嗎 你說台灣嗎 就是打線上賽的 他沒有打 不打 不是打那個 因為那官方辦的吧 不是那是Intel辦的 Intel不就官方 他們的官方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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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算邀請賽 應該說也不是邀請賽 不是啊那個奧運的本來就是要會外賽的 示範賽 那本來就是會外賽嘛 那就是要找一個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就Intel不是嗎 Intel他就找 Intel辦的 然後確定去做線上賽 對 應該是說他的地區預選 就是他先是總共有12國家 反正你台灣也不可能去打美國的嘛 就規定你就是不能打 你只能打那個當區的嘛 對 他就規定哪個國家在哪個區 然後每個國家都有 每一個區域 任何人都可以打 只要你是有該國的國旗 就打那一區了 對 打的是線上賽嘛對不對 這個對議員啊 阿俊實在太有力了 打線上全那幾個是不是 對 對小巷啊 我啊 石油王這種都太不利了 還有阿B應該也是 還是你線上也沒差 我真的覺得打線上比較厲害啊 我打線上沒有很好 對我們因為我們是街機玩家 我覺得跟他的角色有關係 他的角色打線上才吃香 我的角色打線上還不錯啊 因為66看不到啊 那真的太快了 打線上還是有很多 沒有辦法 有線上可以反應的 你打線上不能反應 你們一定不懂那個邏輯 那真的是打 對因為很多玩家 根本就沒有在玩反應 就是他就打他的 對射速好不好 對 你知道我跟 就是我們這種人 是真的打線下比較厲害的 就是那個你 尤其是打對戰台 當然我沒有音波那麼厲害 可是真的是會有差 一定有差 所以那個螢幕上的那個反應的時候 你旁邊已經讓我感受到你的想法 或是那個東西 那個是會有 線上在這對我們不公平啊 我跟你說 我真的很看好阿俊哪個議員啊 目前看起來就是 包含就是亞洲這邊 其實這個奧運賽的資訊 在上禮拜這個新加坡的 白金賽開打之前 因為亞洲去開打之前 那個快打製作人 那個林業智章 還有這個隨行翻譯 還有這個intel的相關人員 特別在比賽開始之前 來解釋一次這一次這個 奧運示範賽 intel open的這個賽事規則 因為其實蠻複雜的 他除了地區預選 還有那個決賽 還有這個就是最後的這個 當地的決賽之外呢 他包含這個 地區的分佈也不太一樣 就是有的是國家代表隊 有的是地區代表隊 就是有的國家你是必須要 跟別的國家的玩家 要來對戰之後 你才可以成為代表隊 那有的國家是 你只要打贏國內的預賽 你就可以成為代表隊這樣子 這個是 總獎金是25萬 25萬美金 我立志當那個那一名被區 幹嘛 我就算贏了當爭取 我也要當被區 對 因為有被區 因為三打三啊 但是會有第四個候補的 對 會有第四個候補的 就算我是不小心讓我拿到 賽到前三名的 我也要說我要爭取當被區 輸贏都不看我的事 我要打啦啦隊 總獎金非常高 250萬美金 折合台幣你們自己算 然後2020年的2月 就開始打這個預賽 那其實台灣比賽的時間 已經出來大約是3月 跟韓國差不多時間啦 然後決賽的地點 當然是在7月的東京來舉辦 比賽情勢是三打三的團體賽 12隊的地區代表隊 8隊區域代表隊 以及主辦地區的 日本是直接 總獎金 總獎金 似乎要不是全部的獎金 總獎金 我猜冠軍至少5萬美吧 他沒有秀那個 這樣秀一定是5萬美嘛 你這樣算5分之1差不多 5萬美多少 150萬呢 也不少了啦 出一次 出一次 好 那12地區其實他沒有全部公佈 因為後續還會再做調整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台灣一定有 台灣 韓國 中國 香港都是獨立出來一區啦 還有新加坡 美國 巴西 多明尼加 這是確定的 因為有 剛剛有講的 12隊地區代表隊 8隊區域代表隊 你12區的名字 你可以譬如說現在有台灣 我可以去美國打嗎 不行 不行 因為看國籍 就像你剛剛說的 那區域代表 8隊區域代表 有什麼意思 那個就比較細的部分 就還要再看 總共有 變成20隊 有的就是可能是歐洲一區 他們不是只有 他們不是國家代表隊 他們就是歐洲自己一區這樣子 像原本那有 所以反正就不干我們這個 12個區的 對 我們是確定一定會有名額 而且我們不用 我懂的意思 因為那個8區要讓那些 不是在這12區的裡面 組成一個 對 所以可能歐洲沒有那麼盛行 可能歐洲變一區 對 澳洲變一區 對 我懂 因為要是只有一個國家代表隊 搞不好他們國家裡面 打快打的不超過三個 因為這12個是 代表說這12個國家 都是對快打很熱衷的 應該說比較有在辦CPT 因為你看是卡不空來主導的 理解 完全理解 所以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其實一個地區 也打不只一場 就是2到8場的線上賽 所以就打不只一場 這三個選手 也就是說這三個選手是 經過線上賽 港獨 英特爾港獨 他連香港都獨立的 英特爾是港獨 這條要被抓了 你要看卡普空 卡普空至少比那個爆什麼的 還來又有港獨 英特爾是港獨 這樣會不會中國那一隊沒有人敢參加 我覺得應該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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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不是 中港台各序這超屌的 我真的覺得超白癡的 世界台那幾個 我跟妳講 卡普空 因為卡普空後面沒有那個 中國爸爸 什麼 卡普空比較廢話 我當然知道 他投資了沒有那個中國爸爸 沒有反正我不管 我勵志當 被群 就算我正群 你要配第四個 就算我不小心讓我賽到冠軍 那妳覺得三個會有誰 我跟你講 打線上賽那真的太運氣了 而且我跟你講 打線上賽 議員真的超有力的 他也超有力的 要拿議員來講 議員最有力 我跟妳講 第一個他玩UVN 第二個他打他自己的 他拗包是看他心情的 他拗包是看他心情的 他拗包是看心情的 他拗包是看心情的 他66一直看心情的 你真的是 永遠都不知道他在看心情的 他不是看情況的 他在看心情的 我跟你講那個 沒有啦好歹也會看他正負啦 沒有負責 沒有正的還在拗好不好 那個打線上賽 對我這種 太不划算了 我首先 小巷可能就 有點危險 你在那邊 我們小巷是現下王者 我覺得明年二月還很難講 因為你搞不好明年二月 那個 已經改版了 一定改版的 一定改版的 改版又改版 5.0出來之類的 搞不好 又更打力回的版本 我是不知道 反正我現在最近 已經不是快打玩家 我最近跟他們打 我被打得跟白痴一樣 我都已經快 覺得 他們有時候 石油王開台 YOLO開台 然後他們開那個多人對戰 我來三個一起台 開到我 我好像是個雜魚 那個從頭到尾那個喇叭 那個音量都是超過80分費 沒有 這幾根差 沒有還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群組裡面的人 還有陳辰 還有議員 還有陳辰 還有陳辰 陳辰都沒贏過半場 就搞得我也沒贏過半場 好不容易 我只打點石油王一個 因為誰叫上一個賽季 我太常跟我練了 專打石油王 對人政策 吉隆東專打石油王 少在那邊 好 那因為RB也到了 我們留了幾個影片 要跟RB一起看 首先 下一part 下一part是不是 吃飯了嗎 休息了我要吃飯好餓 好那我們休息五分鐘之後再回來 吃飯 吃飯